现在在我们的秘密风水行业呢 我们把大师称之为传奇的人物 因为呢在国际上很少有一位奇才 运功紫围 气贫学 风水 历史学 西方学的老师 他是一个大师籍的人物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请新一代 被称为全缺宗事的亚洲最权威的秘密大师出场 在这里演好不好 今天很开心哈 过两天就是9月9重阳 那 到我记得要给三宴的时候给红包哈 今天是结婚庆典哈 OK 那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我们 在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据点 那我们都鼓励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 每一年一年之春 一年之季再一春 一日之季再一成 那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 每一年的一些计划跟目标规划 然后指定要求自己在来临新的一年 让自己跟家庭或者你的计划过得更好 永远要记得 人之季会成功 往往都是我们规范自己的人 成功从来都没有偶然 对吗各位 成功的人有几个心态是非常非常同一式的 那假如你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心态 基本上你距离成功不远 失败的人往往是找借口 明年无论是在经济跟政策上 任何的有竞选的一个国度里面 太阳一旦花季 只要懂得买票的政党 它都可以翻身 太阳花季代表了一种按台底下的一种交易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明年 谋事之中懂得以人情世故作为平台的人 以占优势 懂得方便别人的人占优势 懂得蹊跷的人占优势 明白为什么吗 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人总结的就是 我为什么要方便别人 明白为什么 作为原来的我 他是属于绝对的强势 明白吗 而造就了那一人之间的工作形成了障碍 明白为什么 我们方便别人不代表是贪物 明白吗 而是懂得让别人达到了一个基本的简单的那一人之间的方便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2014年 命组八字 逢连贪俱门的人 你谋事的过程之中 会比一般人更有成就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上下纯均等的人 牙齿整齐的人 2014年也是行运 不过你原始上 如果是不整齐的 你去做的人 那不代表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吗 我要原有的人 就是纯行均等牙齿整齐的人 明白我意思吗 你的行运自然会比别人来得好 了解我意思吗 每个人有不同的磁场理念 所以这个磁场理念 跟这个星数产生共鸣的时候 你的行运就会比别人好 然后最主要是耗心 因为明年的破均心来做 破均就要先破而立 明白我意思吗 造就你的财富 必须要有重新的洗牌 使到你的财富重新的分配 所以明年 尤其是七八月以后 你会看到比较明显的 经济 股票 房地产的一个路 所以刚好 我们今年的行运的一个路主 破均 撞 所以为什么金融体系会破 但是金融体系会破 我还是鼓励你们买回金融股 因为必须在金融的支撑之下 国家才能回复升级 所以一旦是实际金融破败格的时候 不用对金融产生了什么恐惧 反而你要进去 明白吗 让它创造加基因 所以当时美国雷曼出问题的时候 City Bank 4块8 再有几个小时掉1块8 今天的City Bank值多少钱 各位 你可以想象你4块8进场的时候 今天20多块 你是不是赚翻了 对吗 所以你信不信要吗 金融破产 希望 只有金融破产 你们才会有机会发达 听得懂吗 就是要人家破产 只有这些王八蛋破产的时候 那个钱才有机会留到你的 所以破产好不好 好 但是不可以是你 听得懂我意思吗 如果是你 那就不好玩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算我们失去了一切 不要失去你的肚子 不要跟 谋似的一种 细心 不能 有勇无膜 明白我意思吗 也要积极 然后第三组是什么 各位 是龙跟蛇 他希望 我们的子孙 能像龙一样的威猛 要有这样的一种开宠的能力 跟一种 高瞻望眼的能力 但是也要有蛇一方面的一种 冷静 跟耐力 所以他希望我们的子孙 是有耐力 也希望我们的子孙 能像龙一样 有这样的一种开阔的能力 他当时不 中文来没有讲龙马精神 跟恭喜发财 用中文来讲完先 你才发表 你可以龙马精神 马票经常中 能马票一开 好事自然来 那么这九宫飞心 作为风水的分布图 那就是看你整体的方位 而这个方位 跟你的本命功 如果相辅相成 而相辅相成 你气的功位 刚好就是所谓的 八百 一百 六百 九指 这几个功位里面的方位 跟你的门相的方位 本命 的命功 跟你的 格局 本功 都是属于相生的话 2014年 你的行运 更上一层楼 但是假如你 已经是属于 凶心来放在于你的身孝 又是属于 睡聪明 太睡 然后你的方位 刚好是在于 东 东南 西北 东北的话 这几个功位 就会造就你的障碍 所以红色的组合 佛修 严保与圣 所以懂得 七级必凶的人 聪明的你 要做出一个决定 来帮助 因为家运的路主 是一家人的 花萨的功用 要抬上去吗 现在我们冲 第三位 第三位 幸运 坐在红帽桥 Avenu 10的 秋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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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吗 秋邦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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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反光 希望大家评论一下自己的脚步 说不定您就是这个第二个幸运者呢 你自己一个祝福好不好 第二个幸运嘉宾 就在Compassville的Jimmy Chok 恭喜你 恭喜 我放那财这个照片财 我放八百星正南方 我看一下 你然后 对 恭喜 你看 现在由大师抽 我们的今天的最大的幸运儿 看看花落学家好不好 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可以吗 Compassville 0503 李文美 李文美在哪 李文美 给我看 我看 我看 是 OK 0503 对对对对 那就用阿周老师跟彭大师合影吧 我做愉快 谢谢大家 祝大家在2014年万马奔腾 吉祥如意 家庭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